接著來來試試這個菜 經常說融合菜、融合菜 我們將西方的菜和月菜融合 材料是牛舌 我們叫做脆椒一口牛 跟月菜的做法融合在一起 用西式的材料… 用月菜的手法去做 這麼多辣椒的味道會很辣嗎 不會辣,很辣 而且我們用牛油煎 牛油進了牛舌,還有蒜頭 蒜頭的香氣煎進去 明顯牛舌入口即化 化得來後,牛油和蒜頭的香氣很香 我真的有驚喜 因為一開始我以為是一口肥牛 又或者是M5和牛,即和牛粒 原來這是牛舌 但它沒有牛舌的粗蟹感 它有那種調理感 你吃得到,感覺到 但它又有入口即化的感覺 所以這道菜真的很驚喜 而且它這樣做 更加保持肉汁 牛舌內的汁 鎖住鮮味 如果切薄片 一煎,火候控制不了 它就會變乾了 這個做法很好 所以這道菜 今天又會不會勝利 我們會去和大家一起吃 你會不會勝利